第一題當然要討論 最熱的了 奧運 在今天一大早 我看這個新聞真的是刷屏了 不得了 潘展樂 潘展樂大陸的游泳小將 今年19歲 他的身高是190公分 他奪得了這次奧運當中 100米自由泳決賽當中的冠軍 而且是打破了世界紀錄 成績46秒40 這個成績他領先了第二名 有一秒多 所以游完之後他又講一句話說 因為其他人游的那麼慢 然後他也打破了自己的紀錄 今年二月份在市井賽當中 同一個項目他以46.8打破 這次我們看到他又把自己的紀錄 推前了0.4秒 非常不容易 第一個 這個項目 在百米的自由市當中 幾乎過去都是西方人的天下 這個東方人當中 我只看到大概是1932年吧 一位日本選手拿下冠軍 之後無一例外 都是白人面孔 那另外呢大家知道 大陸游泳隊在這次比賽當中 遭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 連潘展樂在奪金之後 他都忍不住要說 他說這個美國選手呢 在當時他跟他打招呼 他正眼都不看他一眼 還有潘展樂自己的教練 被對方見水 那他都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不尊重的一個行為 但他講完以後 他又說這能說嗎 非常可愛 對 19歲大南海 對 你看到這個畫面 左邊的就是那個 不跟他打招呼的美國選手 不過在他奪金之後 這位美國選手過來 主動跟他握手 這樣子 也展現了風度 所以潘展樂還有講一句話 我要特別請介老師來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個金牌 不只是說從體育上來講得之不易 那對照這次中國泳隊 在巴黎所受到的一些待遇 我覺得真的是出了一口惡氣了 潘展樂自己也有講 他說其實一天多次要減 沒什麼 這些話太解氣了 介老師怎麼看 對 所以我覺得運動員的 心理素質蠻重要的 而且不要被對手的 這種惡意的干擾 受到影響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正確的態度 然後最後就是什麼 成績是最重要的一個答案 你這一次你檢查中國選手 你一天你到了中國選手 到了巴黎以後 三十一個選手被要檢 將近兩百次 瘋狂要檢 瘋狂要檢 有的人一天檢第一次 好啊 你查出來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今天攀展的拿冠軍 那你還有什麼 你還能找出什麼藉口 來認為中國大陸的 用不公平的手段 獲取冠軍 對 當然之前這個 宇菲別哭也刷屏了嘛 對不對 這個宇菲成績非常好 但是後來只失常拿到了銅牌 還包括譚海洋第七名 那這可以說他是他自己 這個非常差的成績的一次 那都被認為跟這個藥檢有關 所以大陸跳水女黃高明 立刻說嘛 一天七次藥檢是嚴重干擾 大家想看一天七次藥檢 什麼概念 扣掉睡覺的時間 吃飯的時間 早上五點聽說 就被叫起來藥檢 人家運動員要充分的休息 你這個白天時間 除了要睡眠時間八小時 你還要16個小時 七次的話那平均是多少 兩個小時就一次 那你從早上五點鐘開始 要搞到人家睡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覺得這個已經構成了 對於運動員的 心理跟生理上面的一種 干擾跟一種迫害 我認為是迫害 那其實我覺得應該 應該提告的 在有這種運動法庭嘛 上去提告 那不過我覺得就是說 潘展樂這個是了不起啊 他一直被藥檢啊 他照樣展現出實力 這是一百公尺自由式 這個裡面除了耐力裡面 他還要有什麼爆發力 因為你要知道這個西方人 對他們這種體格是很有自信的 他認為這種爆發力的體格 東方人是最差的 所以他一直不太相信 中國的尤其擁有學手 可以在這種 要體格要強烈爆發力的 這種這種這種 這種運動項目 能夠勝過他們 潘展樂這個從小就展露頭角 那當時他有一位 這個美國教練就勸他 不要練這個項目 因為不可能贏 沒有希望 沒有希望 結果潘展樂做到了 因為你是中國人就是這樣子 他只是沒有告訴你 說你種族不對 這種你的種族先天基因 你就沒有辦法得冠軍 你不必練了 意思就是這樣 他們還有科學證據 他們有研究過 還有就是說這種田徑項目 這種短跑 這種需要極度爆發力的 他說這個亞洲人是不太可能 所以我覺得潘展樂這名金牌 真的是價值連城 這不只是他個人的一個記錄 同時我覺得實力會講話 這幫中國勇隊可以說是 接接實實的出了一口氣 真的是好樣的 夠爭氣 在這樣的一個要解 這樣子一個環境待遇 都不如常的情況之下 你看他的對手 包括雨菲 包括海洋 成績都不如理想 但是他在最難的項目當中 撐住了拿到金牌 還打破了世界紀錄 而且引先對方很多 對 所以這個就是爭氣 只有自己爭氣才能讓人家閉嘴 如果自己不爭氣的話 別人有的是說法 對 所以這次我覺得 中國尤其游泳隊 是被長期霸凌之下 還能夠展現這個成績不容易 你看看美國國會議員都插手 針對中國的游泳隊 對 而且這次發生在四年前的事情 到現在一直在對中國選手 做成精力 我認為這種心理作戰 一直在抹黑 一直在咬著中國游泳隊 不放到今天 而且赤裸裸的政治干預 惹得國際奧會都出來警告 說你再這樣搞的話 你們美國就不要主辦奧運項目 你現在有的兩個項目 搞不好我都給你取笑 用這種方法對待美國 可是美國照樣照謠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種 妖魔化別人的能力是很強的 對 你看到7月30號 美國紐約時報就發布了一篇專文 這個標題叫做 中國以受污染漢堡為由 在新的興奮劑爭端當中 為游泳運動員洗脫罪名 意思就是說中國留一大堆 但就是有啊 這篇這個文章很長 那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那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的 就是說當然這個 這個潘展樂的這個成績 當然是為中國人爭氣之外 那我覺得其實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還不只是擁對呢 你看到我們昨天 特別討論這個王楚清嘛 王楚清在這個南丹 最後是暴冷出局 大家真的非常捨不得 因為他之前在跟這個孫影沙 兩個人立刻了朝鮮對摘金之後呢 剛剛沉浸在摘金的喜悅當中 回頭一看自己的奪冠球拍 竟然被踩斷了 真的 這個太不可思議了 我覺得這就是說 因為這種 因為有一個日本選手 我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你跟這個拍子的關係 太密切了 你順手的拍子 因為這個乒乓球 已經到了非常力道 跟它的角度 已經到了非常精密的地步了 然後呢 你這個拍子的重量 差一克 失之逃離 差之千里 那個人拍 最後是人拍一體 手跟拍子是一體的 你如果今天你的拍子 他不管是差了一克的重量 或者他某種地方的角度 差了一點點的話 那個就會影響他的成績 所以他就掉落到 掉落到原來世界冠軍的 就出局了 就出局了 我覺得跟那個拍子 是絕對的 絕對的關係 不只是物理上的因素 還有心理上的強大依賴 就是跟軍人 跟他的武器跟他的槍一樣 你甚至覺得 他就是你的庇護神 你的自己的吉祥物等等 有了他你就會心安 所以那個拍子被裁斷了 這個事情發生在奧運場上 場內攝影師 大家就非常不可思議 當然事後很多大陸網友 都希望能夠找出最鬼禍首 今天我也看到 大家把一些攝影師圈了起來 當然在這個節骨眼上 這個王楚清 他也有出來還家 他說他覺得 對方不是故意的 但當然他還是很難接受 場內攝影師 合規的攝影師 照理說都受過一些訓練 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真的是不可思議 不過 我跟你講 如果是美國運動員 發生這事 美國舉國 包括他的CIA 全部都一定要怎麼 肉收到底 這個不會這樣就算了 中國大陸的這個 這個游泳選手的事情 是四年前的 是發生在東京奧運會之前的事 你看他們一直咬到今天 咬到今天 所以呢就是說 真的是文化背景不同 我們真的是很厚道 對 什麼叫奧林匹克精神 大家想想看 在這次巴黎奧運會場上 大家覺得最諷刺的就是這點 好 余祝之前提醒我 這個秦海洋 好 我來更正一下 那當然除此之外 這個我也必須要整體的 來談一下這個巴黎奧運 這個巴黎呢 這個法國呢 大概算是歐洲最強的國家 那這次巴黎奧運 大家看到這個浪漫的這個巴黎 這個百年這個古都啊 這大家都很有所期待 沒有錯 那個開幕式是做的 從視覺上來講很漂亮 不過這也跟過去 大家強調那個現場 參與的感覺不太一樣 因為它很多是在室內進行 所以很多遊客 如果是心忡忡的買了票 去看這個巴黎奧運的現場 就會覺得有點失望 因為你看到的 都是只有片段的環節 看不到整體在現場 還有呢就是你看到 十一住行是樣樣有問題 那不要說開幕式當天 它的這個地鐵遭到了攻擊 那另外呢 這個住的部分更不用講了 沒有冷氣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體現各參賽國家當中的 貧富不均啊 你說像一些大陸啊 美國啊 英國 德國啊等等 大家都自備冷氣 可惜式的冷氣 吃了就更不用講 這個吃是最基本的吧 我覺得我想先討論這個 我覺得極其不可思議 就這次當然巴黎奧運 它的一個主要的主軸精神 就是環保 節能減碳 所以吃的東西 也都是要減碳考量啊 所以薯條不能有 那很多肉類也不夠 那雞蛋也不夠 很多肉是生的 那很多選手 需要大量的蛋白質 但是它大概有一餐當中 有五成到六成的食物是素食 所以很多選手吃的刺壓烈嘴 去外面訂外賣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說 法國菜應該是好吃啊 美味啊 高級的代表 那英國菜呢 被認為是最難吃的 就像英國選手 都覺得無法容忍 你怎麼看 我覺得他們所謂環保理念 到底是不是真的會環保理念 還是在那邊省錢呢 我覺得我認為兩者都有可能 因為這個奧運 是很花錢的項目啦 那如果說這個奧運下來賠錢的話 我想今天這個法國的 這個政治領導人 會受到批評的 眼界這麼小嗎 對啊 你看他這次 他就沒有修新場館了 不可思議 他沒有去修新場館 他的場館都是舊的 然後他在16個地方比賽 16個地方比賽 根本就是用既有的一些措施 就是說用一些 不是那麼最新的措施 在那邊舉辦運動會 這次游泳的游泳池 就是有問題的 它不是新的 像北京奧運水立方 專門蓋的 它這次游泳池 就很多問題 水深也不夠 水深也不夠 而且它的那個 好像溫度啊什麼 都有問題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我覺得感覺上 我覺得與其是說什麼環保 我覺得有點陰漏就解 我覺得這個介老師 一開始就還講到 蠻大的部分的場館 那我關心的是最基礎的 吃總給人家吃飽吃好吧 08年北京奧運的時候 當時我跟央視 有合作一些節目 所以在央視帶領之下 我是到了北京的選手村裡面 那他們也特別引領我 到選手的餐廳裡面 去進行採訪 因為人數眾多嘛 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餐廳有好幾個 那裡面管保管購 還要管好 然後還照顧到各個宗族 宗教啊民族 比方說穆斯林啊 不吃豬肉 那有專門的餐廳 那照顧到也有素食的餐廳 西方的這個東方的 一應俱全什麼口味幾乎都有 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有 很多這個選手 難免晚上要出去逛一逛啊 等等晚上會肚子餓 所以他有些餐廳呢 還是24小時晚上開放 所以你晚上到這裡 半夜三更也是有東西吃的 那是08年耶 這麼久之前 2024年的奧運 竟然吃不飽 其實這就表示中國 中國我們現在這個 就是說中國人的文化 基本上是禁越遠來啊 然後呢 尊重別人的生活 別人的思想 各方面的自由 跟他有的這種模式 都盡量讓你怎麼講 讓你兵治如龜嘛 那你這次法國的這個奧運 你看他所有這種安排啊 基本上他是什麼樣 他是我的理念 我認為的好的東西 我來教育你的 這是一種上對下 一種教育別人的一種姿態 說我們要減碳 這才是正確的生活方式 這是正確的 可是謝老師這是比賽 這不是生活啊 我準備了四年 我是要來比賽 我是要來拿獎牌的 所以食物對我太重要 能不能好好休息 對我太重要 我不是來旅行的 他本來看你那樣吃 他就不順眼了 終於你落到我手裡了 我就告訴你 怎麼樣吃才對 這是他們這種 一種精神上的傲慢嘛 對不對 他不是說來讓你好好比賽的 他還要在這個過程中 傳遞法國偉大的思想 對這一次他們 這個最後的晚餐 連這個西方的這個宗教 都受不了 紛紛起而批評 你知道那個原始的 那個設計人他怎麼講說 他說 我說我一點都不覺得要抱歉 我覺得很遺憾 是因為這個我的表演 引起了這麼多的反應 我覺得很遺憾 對我沒有必要 我沒有要冒犯任何人 可是這是我認為 一個最美的方式 在傳達一個訊息的 你看他是這種觀念 所以你今天說 蛋不夠肉不夠 人家人家從法國主辦單位來說 我今天就是要教你怎麼樣吃 才是符合 對這個地球環境有益的 我就是來教育你的 不是讓你來吃得很高興 來吃飽 所以你看這個 我覺得營養來講都不夠 因為雞蛋不夠嘛 那常常聽說 這一上架一下被搶一空 所以雞蛋搶不到 然後肉還有選手吃到生的 蛋白質也不夠 所以逼著 像比方說大陸 據說是找來了 這個四川的廚子 這個四川菜好吃 然後這個很多國家 包括美國都 後來把自己的廚子叫來 然後把自己的冷氣帶來 然後美國選手就在房間裡 拍了一段視頻非常憤怒 他說你看我的房間 窗簾 這個窗戶沒有窗簾 這麼亮 一下子就被亮起 沒辦法睡覺 那還有選手吐槽 他是這個十二個女生 只有兩個洗手間 兩個廁所 然後還有呢 說這個接駁公車嘛 一等要等好久 然後這個接駁公車呢 第一趟 這個公車司機還開錯路 所以到過場館快遲到 然後車上又沒有冷氣 又很擠 所以十一住行真是 漾漾掉漆啊 就不可思議 這是巴黎奧運嗎 這個就是說 可能我們原來對法國 跟巴黎的期望太高了 這些國家本來就 本來就是在效率上 在態度上 事實上他們已經 從全球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比較像 大清帝國晚期 對 心態上他們很自傲 他不覺得怎麼樣 是你配合我 不是我配合你 對不對 觀念是我永遠 觀念都比你了不起啊 我今天搞一個 這個最後晚餐的 搞這種這種性別 這種非常怪異的這種認同 他說我在教育你們 我在傳播理念 我法國就是自由平等博愛 我是世界所有思想的引領者 我現在做的就是一個典範 讓你們告訴 你們以前那種方法 都是浪費 都是不環保 我現在展示的才是怎麼樣 理想的生活方式 我要藉著這次奧運會 搞一個理想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覺得 巴黎也滿慘 對 他怎麼說呢 在這次奧運當中 大家看到了就是 那個巴黎式的浪漫 法國式的 法國式的傲慢 不是浪漫 而是傲慢 然後當然有人講 你要習慣啦 這就是法國人的鬆弛感 鬆弛跟躺平 有時候就是一線之隔 你看到他對待選手的方式 各個選手 因為現在大家都有手機 對選手來講 我準備了四年 把我的身體狀況 調整到最好的時刻 那我可能三天後要比賽了 結果我睡不好 我也吃不好 交通車上沒有冷氣 我有擠得要命 我有很熱愛 巴黎的均溫 現在是27到34度 法國的夏天是很熱的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這次的比賽成績 大概可以預料 當然是奧運當中 大概是非常差的 然後當然還是其中有一些 我覺得這個十一柱形 倒是其次 主要就是這次 對中國隊的不公平 那當然在今天 這個孫展樂奪金之後 大家好像心情 稍微能夠平復一點 但是我還是要請教一下 阿借老師 我們這整個世界 目前有好幾場戰爭 在開打當中 像我們的台海局勢 朝鮮半島等等 也被認為是非常的緊張 不過在奧運場上 奧林匹克的精神 雖然我們剛才談到 很多對中國隊的不公平 但是還是有些小角落 真真正正的展開了一些 溫馨的一些時刻 比方說我們看到 這個曾朝涵的比賽的現場 最後在大陸女將孫穎莎的指揮之下 曾朝涵來了一張自拍 這個自拍照 聽說今天在韓國的網路上刷屏了 這個在現實政治上 好像實現不了的事情 在這個比賽的現場上實現了 另外還有一個現場就是體操隊 這次大陸體操隊有幾個失誤 結果第一個失誤之後 影響到了第二個選手的心情 那這時候日本的這位選手 喬本大輝就走到場上 對著所有的觀眾 比了一個噓的一個手勢 他希望大家安靜下來 因為他知道 這位中國選手的心理壓力很大 希望全場安靜 給他一個好的表演環境 那這一幕大家很受感動 因為中日之間的關係不好 但是我們看到 這位日本選手展現了精神 所以雖然最後是由日本奪冠 那中國只拿到第三名銅牌 但是在那個升起日本國旗 做日本國歌的過程當中 那中國選手也用最端正肅目的心情 去迎接這個日本國歌 這些都是人類美好的一個嚮往 但是在場上實現了 那對照這次中國隊受到的打壓 你心裡應該感觸很多吧 對 我覺得就變成就是說 這是一個文明程度的問題 你可以看到這個美國赤裸裸的 政治都干預到國際體育賽事 然後我也看到那個西方的媒體 在訪問這個英國跟澳洲的 這些游泳選手的時候 他們就基本上就是在抹黑 中國選手 然後一附這個臉上 充滿憤怒的感情說 我們覺得這個比賽有什麼意思 我們就是希望有一個公平的比賽而已 可是這個公平比賽已經被破壞了 英國的選手就這樣 就是指名 所以就跟像美國選手會對 中國選手這樣子用一種 非常無理粗暴的方式來對待 那我記得以前就是中國大陸的 這個游泳選手孫陽 也是在運動場上 這些白種的這些 這些像這些英國 還有這些美國的選手 就是當場對他白臉色 給他很不禮貌的待遇 那我覺得這就是 所謂的什麼叫運動精神 你現在在這些國家看不到 這次俄羅斯的選手也被禁賽了 白俄羅斯也被禁賽了 那俄羅斯他們也沒有 沒有特別講什麼 他只是說 不過奇怪在打仗的國家很多 這個世界常常發生戰爭 為什麼光挑俄羅斯 其實它是繁殖 今天發生在加賈走廊的 這個尾巴戰爭 為什麼西方國家有雙層標準 那另外一方面就變成就是說 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覺得就是說 不管是日本選手的表現 中國大陸選手表現 兩韓選手的表現 這些選手 都是來自儒家文化圈的 儒家文化圈 我們儒家文化有一個 所以就是說 以前那個後來我們解釋 所謂的夫子之道 夫子之道 忠肅而以義 就是說只有兩個字 一個忠 就是說 敬己之位之忠 你什麼事情 你就把你的力量 全部發揮出來 這就表示你是忠 忠於人 忠於事 忠於任何 就是忠 推己之位之 術 推己就是說 己所不亦勿施於人 然後呢 你自己想要的 你自己達到以後 你推到別人的身上 就是 術就是說 可以說是寬術 不僅是寬術 而且你怎麼對自己 你就把它推幅到別人 這就是術道 那你今天不願意看到 日本的選手也好 那還有中日韓選手 這個自拍啊 其實都是術道 這都是術道 那在運動其實就在術道 孔夫子還講過一句話 君子無所征 必也色乎 就是說君子之間 是不要什麼征來征去的 必也色乎 如果真的要征的話 就是什麼 射箭 運動場上 運動場上射箭 就是競賽 推廣就是競賽 必也色乎 那好 以讓而生 下而飲 以讓而生上去 大家先打個招呼 不會像美國選手 見到我們這個 見到這段潘展樂 還不理的 對 不理 這就是沒有儒家傳統 以讓而生 下而飲 下而飲就是說 你贏了 我敬你一杯酒 就是 對不對 我贏了 我送你一杯酒 以讓而生 下而飲 這就是儒家的基本精神 你看到 你今天看日本的選手 對不對 它是速到 它是推擠 我在表演的時候 你們不要吵 現在中國大陸的選手 在介紹 你們也不要吵 所以這個是速到 那你要看西方選手 是沒有的 然後西方都搞什麼 都搞天天搞那種機械式的 把人家當小偷在那邊防 對啦 不過當然 還是要補一句啦 我覺得這個也不是 每個人日本或是韓國選手 都有這樣的風度 尤其是韓國選手 大家也知道 過去有很多奇怪的一些記錄 那主要是我覺得 中國選手這次太委屈 但是也太爭氣了 那到此刻為止呢 中國的這個金牌數 還是110千嘛 現在還在比賽期間 所以大家知道 心理素質很重要 所以很多 中國盡量不要去干擾選手 但是這些選手 各個都是大明星 那所以也是實力 又有實力擔當 所以成為各方的一個焦點 那真的是辛苦了 委屈了 在這樣的一個 不妥善的環境當中 那我覺得還好啦 中國也夠爭起 他們是包了一棟樓嘛 對 有冷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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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廚師的 有廚師的 好 給這些選手 最好的照顧 不過離開了這個宿舍 到賽場上 你可能碰到的就是白眼啊 碰撞 聽說王楚清 在那次暴冷出局之後 聽說走出去之後 還被一個女記者碰了一下 有人說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 我沒有看到那個現場 但很多中國選手 都碰到了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確實啦 心理素質很重要 那我覺得潘展樂呢 給大家展現了一個 真的是中國的強大 對 我覺得 靠自己爭氣最重要 對 用實力來 用數字說話 用實力說話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